學習,尤其是我們這個課程其實有很多的範例 那最重要還是要實做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重新的再把它練習過 而且最重要是每個地方都要自己key喔 不要用複製貼上的 那你可以貼沒關係,可是你可以怎麼樣 貼完之後把它delete掉 可以run之後重新自己打過一遍 那才是真的很踏實 那如果說你還有遇到一些問題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之前的影片再重新看過 因為每個細節其實我都會把它錄下來 但如果你假設有些觀念還是不清楚的話沒關係啦 其實在youtube下方都可以留言 我發現有些同學之前也有問一些問題 那我如果看到我會第一時間就會馬上回覆你 如果你那個問題是馬上可以解決 馬上可以回答的話 那如果有些地方實在太複雜的話 說真的我可能也只是給你一個方向 或者叫你再去看其他相關資料啦 這樣的話 至少可以讓你增加 就是說至少可以給你一個指引啦 因為畢竟 像這些東西的話 真的還是會需要花蠻多時間 反覆的去練習 除了說知道 是怎麼一回事之外 可能還是要熟練啦 其實熟練度我是覺得相對的還是蠻重要 所以有些地方喔 假如你沒辦法馬上可以理解 不然你就先把它記起來吧 有點像 像之前我教各位那個怎麼串哀喔 我剛才因為之前 茶友同學解釋半天 他還是 不太懂為什麼 主要可能是因為時間關係 可是後來發現 他在學期快節 他突然跟我講說 老師這個我突然懂了 突然開竅了 所以為什麼突然開竅 我覺得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他多練習吧 因為藉由為什麼要特別強調練習啦 因為我覺得 光講理論說真的 對大家來說 幫助可能沒有 辦法那麼大 與其這樣倒不如教你怎麼做啦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 基本上 大概基本上90%以上 都是在做練習 所以呢今天雖然是課程最後一日上課啦 所以 但是各位也不要停止學習 然後我建議各位可以把 這個我們前幾週的課程重複 重新再把它複習一下 另外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雲端的資源 理論上我是不太會 異動 但是 難保說將來可能會 你找不到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有個比較 徹底的方法 就是請各位自己再把它下載下來 因為在雲端上面 這邊我好像沒有把它鎖起來 你可以把這個 下載下來 然後再重新傳到你自己的雲端上面去 那這樣好處就是 將來這些資料 你就確保說 不會因為我的位置 異動 或怎麼樣的 狀況發生 而造成你 沒辦法看到這個資料的問題 OK 理論上 短時間不會啦 可是以後 難保說 這個 因為尤其你這個資源 如果假設以後 有跟沒有 其實差異還蠻大 如果你沒有這個資源 叫你要把程式重新寫過的話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然後 其他的話 因為我們 其實在課程後面 還有一些 比如說跟工作 跨大量工作表的新增工作表也好 刪除工作表 或者是工作簿 大量的也是有檔案 你要把它合併分割等等的 基本上 其實都辦得到 只是說 在基礎的 這個 底下 我們可以再做延伸 但難度相對比較高 那這個部分 我是會把它放在進階 進階課程裡面 所以呢 如果 當然如果將來你學的有點心得 然後把 初切的部分練習完畢了 而且覺得好像有一點感覺 好像意猶未盡的話 或許你可以再考慮說 再延伸 把這個整個完完後 包含後面的部分 通通再把它學完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你在 處理工作上面的 效率上面 我想應該 至少會有一些 這個提升 OK 那因為 今天課程時間的關係 所以最後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提出來的 還是說 關於那個影片 雲端 或者是後續 這個這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 要 跟大家 分享的也可以 因為我們這班說真的 本來是實體跟遠距 但因為 疫情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 純遠距 然後 在課程上面的互動性 其實基本上會是差蠻多的 OK 那當然呢 我盡可能也有把一些資源都 留下來了 只是說 感覺上課 感覺上課就是沒有辦法說 看到大家的學習狀況 然後真的第一時間 直接幫跟你講 說到底為什麼 所以如果你沒踢出來 那可能就課後 不然的話就之後呢 你們再 看一下影片 那一樣我會把今天的影片 轉檔 上傳 OK 那 有沒有問題要提出來的 還是 OK 不然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這一期課程 就先到這邊 那就 也很感謝 大家的參與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 有的 上遠距 有的因為我有錄影下來 可能有同學就是課後在上 不管你是 現場 或者是說你課後要在 上沒關係 你反正有問題的話 歡迎各位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一下 你的問題 OK 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先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參與 說 謝謝 不客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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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